借刀 原指僧人佩戴之刀 因受戒律规定所限 此刀之用只割三衣 夹杀不得用来杀生 突而得此刀名 然武林中亦有借刀 更有借刀法传释 譬如 武当派便有行侠双借刀之计 只不过持戒刀者与一拼斗较劲 仍是以制敌为主 绝不可杀伤害命 突而以戒为名 据悉 两把武当行侠借刀 各自亦有差异 左手借刀重约五斤 右手借刀则有七斤 其技法皆得自变为单高 实战争更是变化无数 属于副手极限高低的绝刀 别人扰的 你却扰不得 你骗得过武松 骗不过武松手里的斗 杀一百个 也是一死 别 就拿你先来几招 你骗得过武松 骗得过武松 你骗得过武松 骗得过武松